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胜 最近以来,肖战似乎已经逐渐摆透了舆论风波的影响,慢慢地步入了人们的视线 摆随着肖战一次又一次的现身以及观众们毫不知情的空降,关心支持肖战的人都欣慰不已 再加上诸多权威平台对于肖战的发声,肖战的前途可谓是流暗花明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日半月谈的官博再次发生,又在肖战的前进之路新添了一份底气 曾经有人无稽之谈地说官媒竟然追星,说其是肖战粉丝 说到底,就是因为官媒为正能量的艺人表明了公平公正的态度而已 然而,关于肖战一场风波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很多圈子 甚至不明就里的很多未成年人都被一些人利用,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因而,近往行动就势在必行,应运而生 并且半月谈官媒也适时的跟进配合可谓是大快人心 此次半月谈官博发生的内容是集主题就是 六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重拳治理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其主要内容是将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未成年人网络环境的整治 于8月底前巡查摸底,并于11月底之前集中整治 并且明确指出了,对于网络的侮辱、谩骂、人身攻击 以及恶意取报等予以严查及惩处 很明显,如今正处于8月,近往行动仍然在如火如吞的进行当中 而一些人的不当行为势必会渐渐浮出水面,无处遁形 由此可以判定,关于肖战的舆论风波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被画上圆满的句号 肖战也势必会再次开启其新的人生路程 虽说有人目前仍然在强调肖战没有新代言,没有新剧播出 认为肖战彻底胡了,但是他们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其实从肖战近期代言的品牌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回答 前不久百味啤酒和开小灶两个品牌都因为肖战作为代言人 其品牌就因为肖战的影响力而业绩翻倍了,成绩喜人 而肖战也因此被这两个品牌分别载入了各自的官方年报里,成为永久的证明 并且有诸多品牌都非常期盼与肖战合作 请肖战作为代言人,只不过肖战的团队太为他着想而婉拒了 潘志军是派蒙集团的总裁,派蒙集团与小米也是合作伙伴 曾经该集团就在肖战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之时,对肖战抛出了橄榄枝 原因不言而喻了,其实原来潘志军对于肖战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面对于铺天盖地对肖战的舆论却引起了他对于肖战的好奇心 于是潘志军就开始对肖战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了解 结果母庸置疑,全面了解了肖战,潘志军就开始了有与肖战合作的意愿 然而面对这个橄榄枝,肖战和他的团队为了减少对该企业不必要的麻烦 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便宛源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而他们这样为他人着想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让人顿时心生好感 就连代言商也再次对肖战刮目相看,并且对肖战更加赞续了 如此说来,肖战不是没有新资源,只是面对于诸多新资源 肖战方是顾全大局的,一心只为对方考虑的结果 诚然,随着诸多权威平台及各界人士对肖战的支持和助力 肖战的前途慕容之力一定是无限光明的 正如肖战工作室曾经说到,好事会在后面发生 我们坚信,经过了此次的舆论风波 肖战依然会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屏幕之上,出现在人们的心中 并且肖战的新资源也会源源的不断接到手软 你期待肖战的新资源吗? 另外,近日肖战登上中国国际电视台一事 从网上被传开之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高度关注和热议 这次是肖战代言的品牌被报道 其代言人的商业价值再次创下了新的高度 众所周知,明星肖战现当下代言的品牌 相比较其他明星的艺人而言是稍微偏少 但是却都是精品 并不是肖战接不到新代言 而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担忧别的品牌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 肖战代言虽不多,但是也能够一齐绝尘 在为数不多的品牌之中 仅是优异的带货力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记录 而肖战的商业价值原先已经够高的了 但是还登上了中国国际电视台新的高度就出现了 谈到肖战登上了中国国际电视台 相信大家看表面字眼意思就觉得很优秀了 但如果当你仔细了解一番 就会觉得其实真的厉害 接下来就先让九七带着大家去认识 有关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优秀之处 顾名思义 中国国际电视台的别称是中国环球电视网 英文简称是CGTN 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新闻国际传播机构 是国家副部级事业单位 可见其权威性和公信力 肖战能够凭借着代言的品牌登上 中国国际电视台实力在彰显着品牌与代言人的优秀 而被报道的品牌是众人所熟悉的Rose Only 被报道的内容则是与七席节举办的活动有关 残避大家都记得吧 品牌Rose Only为了扩大自身效应 以及代言人的影响力 不仅仅举办了七夕线上发布会各大平台投屏 还有线下的门店发布新的代言宣传视频等 实质性比较强的活动 从中国国际电视台报道的页面来看 主要是以北京地区的品牌实体店出现了 还有员工被进行采访 而品牌代言人肖战也出现在了报道的页面之上 虽是宣传报的形式 但是也证明了他的优秀 这样小编讲起了一句话 那是寒桥生前被说的 时间可能是最好的良药 是金子总会发光 而今天的肖战已经不需要亲自出面 就是闪闪发光的存在 就算再怎么黑暗 肖战身上的光芒也无法掩盖 看到肖战携手品牌方一同登上中国国际电视台 回想起来 肖战代言的品牌Rose Only 在七夕线上销售额大涨预200% 也被官方发文报道过 由此可知 肖战代言的这个品牌实在是厉害 值得被称赞 当然了 品牌销售额的提升离不开 代言人肖战的超强带获利 也与广大粉丝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 品牌被报道 肖战一同登上中国国际电视台 是一件好事 正面体现了肖战作为该品牌的代言人 其商业价值一直在提高 不断创下新的高度 相信实力与智慧颜值并存的肖战 能够在日后继续发光发热 带来更多更优秀的成绩单 一起加油 奋斗不复青春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